各位朋友大家好 其實我一向都很感謝大家對我的愛戴 不過我們是時候要適應一下新環境了 那就是由現在開始,大家記住不要再按廣告了 不是說反話,真的不要再按廣告了 太多人一起按廣告的話 Youtube就會扣走我其他應得的廣告分享 全條片就零收入了 至於有新廣告片,大家對產品有興趣就播給自己看 但就真的不要再按廣告了 免得被Youtube一刀切 上個月又切死了我 重收入比前一個月還慘 現在只剩下幾個% 所以如果大家依然希望小弟可以做全職 就真的加入Patreon 讓我可以養到家 以及繼續可以在Youtube這裡照顧一些未有經濟能力 或者環境不太好的兄弟 希望大家明白、體諒和支持 講到列斯聯對阿仙奴 長球可能是阿仙奴今季踢得最頑的英超賽時 雖然今天最終是拿回1分就不用輸 今天也有超過一半個小時的時間 是要打小球 某程度上要諒解一下 但我最主要是針對上半場 就已經可以說這個上半場是阿仙奴今季踢得最頑的45分鐘 雖然亦都可以說是受到天雨的影響 草面是非常之濕滑 全場我們不停都看到 場上所有球員都有機會滑腳和真的有滑腳的情況 平時最穩定的斯巴路斯 在比賽的組段都有很多失誤 但其實比賽過了10分鐘之後 無論是列斯聯還是阿仙奴的絕大部分球員 都開始適應今天快地 大家都開始正常回 不過還是有一個人很有問題 這個人其實快地濕不濕落不下雨 都很有問題 這個就是阿仙奴的固有契仔 韋洛克 今天竟然是被他打正選的進攻中場主角位置 又是納克醜態白出 契仔今天令到禁區頂很不穩定 每次在中間拿球都拿得不好 整天拿球都拿得好像賭血螺蟹一樣 非常之禮計 狼狽 經常都要隊友幫他撿回屁股 我多次見到韋利安要跟他合作的時候 也不知道他踢什麼 這個就是韋洛克也不懂得下去引領攻勢 要勞煩韋利安下去引領攻勢 搞到韋利安又很難兼顧左手邊 所以其實今天應該是怎樣的呢 今天應該是契仔打過左邊的 韋利安就順理成章做主角了 其實之前有一場 那場歐霸的賽事當中清楚看到 契仔打邊線是好過他打中間很多倍的 那場歐霸 契仔在兩邊跑動 沒有球走位插入是做到東西 也曾經插入入球 而且連續兩年 我們看他打中間做主角 已經看到吐血了 在中間拿掉腳 拿掉球技術不夠 在中間拿球看不到隊友 不夠視野 即是看到大家想起連加特 一樣的 根本沒有材料打中間 但是可以打邊線 為什麼不安排他們打多邊線呢 清份系統的時候 即是怎樣安排他們的位置 這個禮拜的精裝版微觀昇華同步 我會交代韋洛克的犯錯 作為反面教材之外 還在另一些賽事當中 這個禮拜的賽事當中 展出一些例子 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在同一個情況下 怎樣才做得好 為樂克要向哪幾個球員學習 例如是用利物浦球員 作為例子 正面教材這些 記得要留意 就是Patreon的精裝版 微觀昇華同步 另外 我亦都有封印節目 大家記住 就是禮拜四晚八點鐘 在網路上的直播 打電話來聊天 明天會公佈電話號碼 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阿迪達會被契仔打今天的主角中路 這個進攻中場位置 所以今天阿仙奴的正選陣勇 是隱藏了兩句說話 那就是 勝負第二 練球第一 但是坦白說 差到這樣 都練不到什麼 反而浪費 就算是瑋尼安和奧巴尼耶的體能 阿仙奴上半場的進攻是認真偽 相反 列斯聯的進攻流暢得多 有人問我 列斯聯的3-3-1-3結構打成怎樣 不過其實他們今天是在打4-3-3 或者4-5-1的球 就不是三中堅結構 4-3-3進攻的時候 令到他們的進攻火力更加猛烈 有進攻怎麼拉過 是左邊 而這個是左右後位 都會後上插入 其實阿仙奴的右後位 Beglien 今天都很努力要防守 但是他那邊 都始終是很大壓力 夏里遜 作為左邊進攻怎麼拉邊 亦都有左後位的10號仔 這個是馬尼奧斯基 underlap插入 上半場曾經 就是他們兩個的配搭 插入禁區 底線叫破了密集 阿仙奴是本來一支 有破密集能力的球 但是這個上半場有契仔在拖累 阿仙奴完全破不了密集 反而列斯聯有這方面的能力 其實列斯聯都是一支有前無後的球隊 攻強守弱 阿仙奴今天只要不出4-2-3-1 普普通通出4-3-3 只要沒有契仔做拖累者 再跟列斯聯打來回高速球 阿仙奴其實都有希望贏 如今有個契仔在搞亂檔 變成列斯聯的進攻更加有板有眼 列斯聯佔據上風 阿仙奴認真錯失了 贏列斯聯的機會 其實半場的時候 就應該要拿走韋洛克 或者盡快安排他改變位置 打邊線做六頁 誰知道半場的時候 是拿走韋利安用尼爾遜 即是契仔就更加不可能打這個邊線 因為尼爾遜肯定打邊線 阿仙奴根本就不可能有改善 接著就打少了一個 這裡要批評比比就認真愚蠢 整個動作根本就像男朋友一樣 去疼女朋友一下 是非常溫柔的 完全傷不到對手 但是就自己拿個紅牌 你說多無聊 阿迪達見到打少一個 才說拿走契仔 但是之後的情節 就真的不知道好生氣還是好笑 因為阿仙奴就算打少了一個 但是只要拿走契仔 阿仙奴的進攻就馬上好了 拿走契仔三分鐘之後 阿仙奴立刻做出全場第一次中目標的射門 甚至乎很可能是第一次組織到禁區射門的組織 你說多恐怖 一沒了契仔之後 立刻插入禁區射到門 中了目標 去到81分鐘阿仙奴打反擊 其實應該是駁倒對方手球有12碼 不知為何球證不判12碼 如果給12碼阿仙奴 阿仙奴今天就能入球了 之後沙卡也有個半單刀機會 契仔還在的時候 阿仙奴根本不可能有這些組織 即是不可能有機會入球 但是拿走契仔之後 就立刻有入球的機會 打少過的 不要忘記 打少過還要打得好些 所以你就說契仔有多大的破壞力 也就是說其實上半場一開球 講笑這樣說 契仔站在不踢 或者站在角球旗不動 阿仙奴直接打少過 都會踢得好些 所以我不知道很生氣還是好笑 不過打少過你始終都要多些收縮防守區域 而且列斯聯有少少破密集的能耐 兩邊球員有些意識插入去 阿仙奴今天就改打四個後衛 可能還未適應完 兩邊有些漏洞 所以有時候都會見到 走漏了兩邊的對方球員入禁區 今天阿仙奴的防守就不算穩定 去到比賽的最後 有兩個大犯錯差點搞到輸球 雖然對方遠射中尾那一刻 就不算是阿仙奴的犯錯 因為那一次其實只不過 這個是下卡單對單的防守 就太過弱雞 不是整體的犯錯 不過去到86分鐘 是後防線的犯錯 這裡是對方明買明買斬入去 奔福特這個前鋒頂中柱 因為賀定沒有記錄他 去到94分鐘 第二個犯錯出現 就是對方明買明買斬入去 去到遠處拿下來可以射中柱 也是因為賀定的頭錘解不到圍 賀定的確是不適合打雙中堅的其中一個中堅 他應該就是打三中堅的中堅 所以阿仙奴打小過要收縮應該要早些增加中堅的數目 或者梅斯達菲要早些進來 不過調動始終不是最主要的問題 今天的最主要問題都是上半場的正選陣容有契仔 根據阿仙奴打小過還會踢得好些 有些機會入球的這個道理 所以上半場只要不用契仔去打11個 應該是可以領先到列斯聯 領先了 即使後來比比做男朋友 射人對方一口 要拿紅牌 捱了他 其實都今天可以有運氣 另一個對方就是中一次未中兩次儲 也就是說阿仙奴只要不用契仔去打這個上半場 或者今天真的可以拿三分 阿仙奴出契仔的確是自己申請失分 Patreon 片尾彩蛋部分會講講 阿仙奴今季如下爭奪前四的希望 希望大家在Patreon 支持一下 因為大家都明白 最近很多Youtuber都是叫苦連天 加入Patreon 還有就是對於小弟的實質性的幫助 其實不單止幫到小弟 也可以幫到一班學生 讓我可以繼續在Youtube那裡免費出到片 是有一個對於學生的照顧的 其實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可以看完 Youtube的所有節目不用看廣告 也有片尾彩蛋 以及已經有獨家的預測節目 7元美金的話 也會有專屬直播可以參與 9元美金的話 也會有微觀昇華同步 以學生優惠來的 如果你沒有Credit Card的話 你可以在手機上高 裝Tech and Go的程式 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Credit Card用 去加Patreon 多謝各位的支持 拜拜